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和开放 可观测宇宙是指我们能够用现有后未来可预见的技术来观测到的宇宙范围 由于光速有限 我们观测到的天体都是过去某个时刻发出光线到达我们时所呈现的状态 因此 可观测宇宙实际上是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球形空间区域 其半径等于光从大爆炸开始到现在所走过的距离 根据最新的估计可观测宇宙的半径约为465亿光年 可观测宇宙并不一定等于整个宇宙 由于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超出可观测范围之外的区域 我们无法确定那里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天体或结构 也许那里什么都没有 也许那里有着与我们完全不同或相似的世界 甚至有可能存在着多个平行或交叉的宇宙 宇可观测范围不同 世界是指我们能够在未来某个时刻观测到的最远距离 由于宇宙正在不断膨胀导致空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因此有些天体即使发出了光线 也永远无法到达我们所在的位置 这些天体就位于我们的世界之外 根据目前对宇宙膨胀速度和加速度的估计 我们可以计算出世界大约在160亿光年处 世界之外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东西 事实上在世界之外可能存在着比世界之内更多更广阔的宇宙内容 然而由于我们永远无法接收到那里的任何信息 我们也永远无法了解那里的情况 因此世界之外的宇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可知的 也是完全无关的 我们只能关注世界之内的宇宙 也就是我们能够影响和被影响的宇宙 宇宙区率是指宇宙空间的几何形状 它决定了空间中的距离 角度和面积等性质 根据广义相对论 宇宙区率与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密度有关 如果密度大于某个临界值 那么宇宙区率为正 空间呈现球形 如果密度小于某个临界值 那么宇宙区率为负 空间呈现双区面形 如果密度等于某个临界值 那么宇宙区率为零 空间呈现平坦形 不同的区率对应着不同的空间性质 球形空间是有限而无边界的 极空间总体积是有限的 但没有明确的边缘或边界 双区面空间是无限而有边界的 极空间总体积是无限的 但存在着某些不能到达或超越的区域 平坦空间则既可以是有限 也可以是无限的 取决于是否存在着某种连接或封闭机制 目前根据最新的观测数据 我们认为宇宙区率非常接近于零 极空间非常接近于平坦 然而这并不排除其他可能性 也许在更大的尺度上 空间还是有一定的区率 只是我们还没有观测到足够精确的数据来检测出来 也许在更小的尺度上 空间还存在着一些奇异或复杂的结构 只是我们还没有足够强大的仪器来探测出来 宇宙膨胀是指宇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随着时间增加 而增加的现象 这并不意味着物体在空间中运动或移动 而是意味着空间本身在扩张或拉伸 这个现象最早由哈勃在1929年发现 并由弗里德曼在1930年用数学模型描述 根据目前对宇宙膨胀速度和加速度的估计 我们认为宇宙膨胀不仅没有减缓或停止 反而再加速进行 这意味着未来的某个时刻 世界之外的天体将会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 并且永远不会再回到世界之内 这也意味着未来的某个时刻 世界之内的天体将会因为红移而变得越来越暗淡 并且最终消失在黑暗之中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导致宇宙膨胀加速的原因和机制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暗能量 这是一种假式的能量 它充斥在整个空间中对空间产生负压 从而导致空间加速膨胀 暗能量占据了宇宙总能量的约70% 但其本质和起源仍然是一个谜 一些可能的理论模型包括宇宙学常数 标量场 额外维度等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宇宙的尽头并不是一个简单或唯一的概念 它可能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和观测宇宙 以及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和假设 根据不同的角度和层次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种可能的答案 从可观测范围的角度来看 宇宙的尽头是465亿光年处的球面 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远的地方 这个尽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随着时间和观测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 也许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更远更多的天体和结构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宇宙的尽头是160亿光年处的球面 也就是我们能够在未来看到的最远的地方 这个尽头是由于宇宙膨胀而产生的 而且会越来越小 也许在未来 我们将会失去与世界之外的天体和结构的任何联系 从曲率的角度来看 宇宙的尽头可能取决于空间的形状 如果空间是球形的 那么宇宙是有限而无边界的 没有明确的尽头 如果空间是双区面或平坦的 那么宇宙是无限或有限而有边界的 可能存在着某种尽头或边缘 然而 这些尽头或边缘可能超出了我们所能观测或理解的范围 从膨胀的角度来看宇宙的尽头可能取决于未来的演化 如果宇宙膨胀持续加速进行 那么宇宙将会进入一个暗淡 冷却 稀疏 孤独和死亡的状态 也就是所谓的大撕裂或大冻结 如果宇宙膨胀突然停止或逆转 那么宇宙将会进入一个高温 高密度 高压 混乱和毁灭的状态 也就是所谓的大收缩或大弹跳 这些状态可能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尽头或终结 总之 我们对于宇宙是否有尽头 以及尽头是什么样子 还没有确定或统一的答案 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知识和理论来进行推测和探讨 并保持一定的谦虚和好奇 也许有一天 我们能够找到更多更准确更完善的答案 也许永远不会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珍惜和欣赏我们所在和所能看到的 这个美丽而神奇的宇宙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